来看看交通性政策 外埔的铺子路开辟已经是有数十年的时间 也有不少的里民都是居住在这里 但却迟迟是没有公车路线经过 所以不论是小朋友要上下学或者是老人家看病 也都只能麻烦家人开车 不然就是得走到很远的地方来搭乘95线公车 而在地方人士跟明代的吉利争取之后 市府同意延长95线为95副线公车 也增加铺子路的正牌 记者会这一天是专闹举办了试试体验 看到这盼望已久的公车终于来到 这里民们都是非常的开心 外埔区的布子里与土城里 因为地处外埔区最北边道路又狭窄 因此没有被划进公车路线中 距离最近的95线公车站牌也得走20分钟以上 大人小孩搭车相当不便 300户居民曾发动联署 希望公车能够延长路线 而他们的新生得到市府的重视 同意延长95线公车 我们现在出来的车帮就更不用在那里 不敢坐车就走20多分 现在因为坐车都不方便 如果太晚去的话就要等五万的车 就要很早起来 我们连署接近300人 包括土城 布子 马铭里都有 这个车每天目前是先五班试看看 如果说将来供运处说如果说效果好的话 还可以再增加 那我们期待说将来会有很好的效果 看到期盼已久的公车终于开进来 居民的脸上满是喜悦 客运业者表示以往95线公车只开到外埔区公所 而且一天四班车一旦错过就要等好久 现在当地居民家附近就有站牌可以上车 一天来回共十班车次 偏乡里民来往去市区也更加方便 客服非常多的困难 包括道路还有障碍物还有汇车的 还有一些客运业者班次协调的问题 那都在议员还有区长里长还有我们的地方 人士的努力之下来促成这条路线 那也鼓励大家尽量来多乘坐我们的公共运输 让我们偏远地区的交通更为发达 未来土城这边土城铺子马铭这里的人 要到大甲外埔就非常方便 那也不需要年轻人在 那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他也不需要父母亲专程载他们去上下学 所以这个未来这边的人要就学就医 恰功都会非常方便 大家排着队迫不及待的赏学体验 议员指出 市府能够站在民众立场延长路线是德政 不过明代也呼吁市府能够再加强重视 更多偏远地区的大众运输问题 才能缩短城乡差距 记者李云轩台中采访报导